年限有撑 板坛涨61点 收付5日线 护港通资金外流一律 加上外资转买为卖 周四台股弥漫观望气氛 所幸年限8911点 有支撑力道 指数在平盘上震荡区间 中场涨61点 收8980点 收付5日 10日线 成交量为687亿 在基本面来说的话 企业获利能够有助于整个台股维持 在月线之上 也就是8800点之上 到月底之前 基本上还是有机会来挑战 所谓的半年线跟季线的反应 大约是在9100点到9200点这个区间 玉金光 仙进光 振华店 F雅德 卢宏 因获利优于预期 亮灯涨停 联军 钟蕾 广达 维新 则因财报差而重挫 专家说大选前投资人不愿进场 质量说主要关键 我们认为相关的这些苹果供应链 跟他们的营收跟获利仍然可以持续到第四季 电子类股还是以苹果供应链 我们最主要的选股的依据 至于在传产的部分 倒是可以特别留意在油价 对于相关的油价下跌受惠的运输类股 尤其是以航空为主 这些族群 应该是首选的一个标的 董新闻综合报道 我们下期见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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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下期见到